在山上遇到的女孩主动给我带路 到了山顶后我都许了个愿 本以为我们就此分道仰丢 但最后她居然还想着跟我吃饭 其实爸我现在不是很饿 看见你饿了 这怎么有用了 看见孩子饿了 看样子是吃好 你要不再来一碗 饿不饿 看来你确实饿了 不好意思 没事那我们走吧 你结个账 这回应该是不见了 哎天黑了 今天谢谢你帮我带路啊 没事 那你待会什么安排 这怎么一直看手机呢 他居然在看酒店 你你你这是干嘛 你不回去吗 不回去不想回去 他这不会是想跟我 可可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啊 这不太合适吧 不是 啊 看来是我想过的 没没没没没没 我跟我故意住在一起嘛 嗯 这会有点事吧 所以不想回事吧 嗯 我真是心脏想什么都着 我找到住的地方了 那我先走了 今天谢谢你的晚饭 这么快吗 哦那 那我走了 哎呦好 你慢点啊 拜拜 拜拜 他就这样走了 我竟然有点小失落 坏了 我问微信了 嗯 但就这一眨眼 他就不见了 看来缘分这种东西 不一定两者都有 但就当我回家 这小子怎么回来这么早 哎 哎 雨子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在那个山上碰到一个 他居然在雨子房间里 嗯 嗯 不是 我我我我 他一下把我干爬 然后天雨也正好回来 我以为他是天雨女朋友 说姐你们干嘛呢 但他真的玩笑 你干嘛